那個主席,那個燈是不是權宜問題 一支還沒有那個嗎 哪裡 好,還沒開始 那請我們那個故宮我們的這個 馮院長答詢 謝謝 有請馮院長 馮院長你好 你好,委員好 對,我想故宮應該是台灣之光 但是比較可惜我們有時候在媒體上看到 都是比較多負面的新聞 事實上你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我想一些民主的時代就是一切要透明化 但是故宮長年以來也被批評 有一些內控的這些機制是有一些漏洞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比較負面的新聞 事實上包括審計部或者是預算中心也長期關注 相關的這些問題 我今天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想問這個我們馮院長 馮院長 你有沒有在看過網路上的這個販售門票 我們故宮的門票 網路的? 你有沒有去看過? 沒有 有沒有人跟你講過? 沒有 那這很嚴重 一個院長不知道 你的票被拿到網路上去販賣 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部署為什麼沒有跟我們馮院長講 你知道嗎?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呢 是在去年時候曾經發生過 那我們已經 也通知這個網路這邊把它下來 然後也跟這個 售票的人也通知過了 那所以都沒有在犯 現在都沒有 你可以保證現在網路上都沒有 我們隨時都還有人在上網路去機查 你可以跟我保證現在都沒有嗎? 這點我目前今天到現在為止不敢保證 但是我們回去 我們我們的同仁每天都在做機查 好 網路上找得到 我們故宮的門票在販賣 然後呢 把我們的這個販售的號碼遮起來 我要問 我們故宮有多少門票 留到網路上 是誰拿去的? 錢進何處? 我要尋找 故宮的神秘門票 這個錢到誰的口袋裡去了 那個我想 這個是 如果把那個號碼遮住的話 我們故宮有個政策 就是每一個月會發給員工有幾張門票 然後歡迎他的家人來參觀 那所以 你知道這等於 相當於門票相當於有價的這個 一個證券類的東西 這是有價值的 院長我告訴你 那個上面寫的是免費參觀的 不對 我跟你講齁 連啊 其他的號碼 其他的這一個 不只是有一張啦 也有齁 有號碼的 也拿上去賣 這個是沒號碼 折起來 所以 院長我告訴你 我們就可以知道那是誰的 對 我知道你不知道 然後部署也沒跟你講 你今天還不清楚 今天的網路上有沒有 還有 部長 館長 館長 院長 都說的 我幫你查過 你的參觀人數跟門票收入差非常多 你知道 你在這個業務報告跟預算書 決算書上的數字差多少嗎 每一年 比如說已經有數字都很清楚出來的 一百年度啊 參觀人數跟你的預估門票 這個的人數還有實際上 就是購票的人數 這個數字你們有沒有 有 有 好 你去查一下 我跟你講 差多少 一百年度的參觀人數 實際上今年是 那一年也是385萬人次 你們說預估是297萬張 那麼以實際 這樣的一個數字 來算的話 團體票如果一張是100元 門票收入至少應該3億8千5百萬 可是當年的決算數是3億3千2百萬 兩者相差5千3百萬 單單這個數字 你怎麼來說明 報告委員 我們團體裡面 有非常多是做教育推廣的團體 包括有一些是 跟政府團隊之間的合作 很厲害 我們很有趣 恭喜 我們便請給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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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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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